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巴黎奥运会的精彩瞬间 美国飞人诺亚 莱尔斯在男子100米决赛中 以仅仅5000分之1秒的微弱优势 击败了亚买加的机上 汤普森 夺的金牌 这场比赛的结果让人惊叹 莱尔斯的胜利也让他成为了新的短跑之王 接下来 让我们关注一下美国政治的动态 前总统特朗普再度插手选举 这次他在华盛顿州的国会选区 同时支持了两位挑战者 试图推翻现任议员单纽豪斯 纽豪斯曾在2021年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 这次选举将会非常激烈 最后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示了新道的F-16战机 这些战机由西方盟友捐赠 用于提升乌克兰的空中防御能力 虽然这些战机不太可能扭转战局 但他们无疑会增强乌克兰的防御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 在巴黎奥运会上 美国的诺亚 莱尔斯以9.79秒的成绩 赢得了男子100米决赛 成为世界上最快的人 他的对手 亚买加的基上 汤普森 以同样的时间紧随其后 但莱尔斯以微弱的0.005秒优势胜出 这场比赛 在巴黎的法兰西体育场上演 现场气氛热烈 观众们屏息凝视 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莱尔斯在比赛中 展示了惊人的加速能力 从80米处开始追赶汤普森 最终在终点线前完成超越 与此同时 中国的潘展乐在男子四 乘以100米混合拥接力赛中 表现出色 帮助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 自1960年以来的垄断 潘展乐接棒时落后一身位 但在45秒内逆转局势 最终赢得金牌 这是他在本届奥运会上的 第二枚金牌 中国女排也在比赛中 击败塞尔维亚 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但明星球员朱婷的伤势 再次引发关注 她在比赛中撞伤了右手腕 令中国球迷担忧不已 日本时报 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 诺亚 莱尔斯以9.79秒的个人最佳成绩 赢得金牌 这是美国20年来 首次在该项目上夺冠 比赛结束后 莱尔斯一度以为 自己未能赶上汤普森 但巨大的屏幕 确认了他的胜利 时间显示 他仅以0.005秒的优势胜出 如果比赛只有99米 汤普森可能会庆祝 亚买加在五届奥运会中的 第四枚100米金牌 然而 莱尔斯在最后时刻 保持了出色的状态 并精准地完成了冲刺 成功将奥运金牌收入囊中 莱尔斯的胜利 不仅仅是速度的体现 更是心理和技术的完美结合 展示了他在关键时刻的 冷静与决心 卫豹 诺亚 莱尔斯的胜利 不仅仅是速度的较量 更是心理战的胜利 他以9.79秒的成绩 赢得了男子100米决赛 成为当之无愧的短跑之王 莱尔斯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 还是一个充满个性和故事的选手 他喜欢动漫和滑板 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 提到自己的心理治疗师 他深知荣耀与绝望 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一点在他与机上 汤普森的激烈对决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莱尔斯的胜利 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心理素质的胜利 他在比赛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经过精心打磨 最终在关键时刻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爆发力和稳定性 这场比赛 不仅让他成为新的短跑之王 也让他成为了一个新的体育偶像 一个能够激励无数年轻人的榜样 Yahoo US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 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国会选区内 同时支持了两名共和党候选人 试图确保现任议员单 纽豪斯被取代 纽豪斯曾在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后 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 是仅存的两名投票支持弹劾的 共和党议员之一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 称赞蒂弗尼 斯麦利为伟大的美国优先候选人 并继续支持杰罗德·塞斯勒 称他们都得到了他的完全和彻底的支持 塞斯勒曾是一名 NASCAR赛车手和海军退伍军人 而斯麦利是一名护士 曾在2022年挑战过参议员帕蒂·莫里 华盛顿州的初选制度是全党派的 意味着任何选区的前两名候选人都可以晋级 无论党派归属 纽豪斯在2014年首次当选 并在2022年初选中 击败了民主党人道格·怀特和共和党人洛伦·库尔普 最终在大选中轻松击败怀特 Yahoo US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对总统拜登提出的最高法院改革建议表示警告 称要小心 戈萨奇在采访中表示 独立的司法系统意味着 即使在不受欢迎的时候 也能在法律和宪法下得到公正的审判 拜登上个月在德克萨斯州 宣布了一系列最高法院改革提案 包括对最高法院实施强制性伦理规则 和大法官任期限制 这些提案在拜登任期结束前不太可能实施 但他们表明了民主党的政策目标 近年来 几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因各种争议而受到更多审查 包括克拉伦斯 托马斯接受亿万富翁哈兰 克罗的昂贵礼物和旅行 以及萨缪尔 阿利托家中悬挂的两面旗帜 引发的争议 Yahoo US报道 特朗普盟友拜伦 唐纳德斯和ABC主持人乔治 斯特凡诺普洛斯在周日的节目中 就共和党质疑卡玛拉 哈里斯种族身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唐纳德斯称这一问题是虚假的争议 并表示我并不在意 他指出 当哈里斯进入参议院时 媒体称他是第一位印度裔美国参议员 而现在他的竞选团队 更多地谈论他父亲的遗产和他的黑人身份 斯特凡诺普洛斯反驳道 如果这不重要 为什么你们还在不断质疑他 尽管一些共和党人物如林塞 格雷厄姆和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表示应避免这种攻击 但唐纳德斯在闭门会议中仍鼓励成员们 专注于哈里斯的政策 而非他的种族身份 与此同时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表示 他愿意在福克斯新闻上与哈里斯辩论 而哈里斯团队则坚持在ABC上进行辩论 Yahoo US 巴黎奥运会的第九天 以一场场令人惊叹的比赛 和美不胜收的背景拉开帷幕 美国短跑选手诺亚 莱尔斯在男子100米比赛中 以微弱优势夺得金牌 这一瞬间成为巴黎奥运会的标志性时刻之一 比赛结束时 NBC的转播一度误判为亚买加的机上 汤普森获胜 但最终通过照片 判定莱尔斯以五千分之一秒的优势夺冠 此外 网球巨星洛瓦克 德约科维奇在一场两盘击战中战胜对手卡洛斯 埃尔卡拉斯首次赢得奥运金牌 同样 斯科蒂 谢弗尔在高尔夫比赛中以最后一轮62竿的成绩夺冠 成为奥运金牌得主 巴黎的标志性地标如埃菲尔铁塔 圣星大教堂和马赛码头为比赛增添了独特的风景 吸引了无数摄影师的镜头 南华早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周日展示了新到达的F-16战斗机 这些飞机将增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空中力量 泽连斯基站在两架战斗机前 另两架在空中编队飞行 他表示这些飞机将帮助乌克兰保卫领空 泽连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正在努力争取邻国的支持 以防御俄罗斯的导弹攻击 并提议建立一个北约乌克兰委员会 以便北约国家可以讨论 组建一个小型联盟 击落敌方导弹 尽管这些F-16战斗机 是由西方盟友捐赠的交救型号 但它们的到来 仍然是乌克兰空军的一大提升 美国总统乔 拜登在2023年8月 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使用的F-16战斗机 但美国不会提供自己的飞机 这些战斗机将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力量 特别是在升级其防空系统方面 然而 分析人士认为 这些战斗机单独无法扭转战争局势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 顿涅茨克地区的战场上 取得了小弹稳定的进展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澳大利亚女子篮球队 OPOS在一场戏剧型胜利后 晋级淘汰赛 并避免了与美国的早期对决 她们以79比72战胜东道主法国 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凯拉 乔治的关键投篮 帮助球队摆脱了淘汰的边缘 送他们进入淘汰赛阶段 并避开了与八次 未免冠军美国队的早期对决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男子驱棍球队 Cocca Boras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以0比2不敌荷兰 未能未免东京奥运会的铜牌 女子水球队 Stinners则继续保持强劲表现 在点球大战中 以14比12击败世界排名第二的匈牙利队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Stinners在小组赛中保持不败 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对阵B组的第四名球队 尽管Cocca Boras未能晋级 但Stinners的胜利为澳大利亚 在水球项目中的表现 增添了一抹亮色 Yahoo US报道 美国的凯利·陈和Sarah Hughes 在一场紧张的比赛中 击败了意大利的 Valentina Gattardi和Martin Managetti 晋级奥运会沙滩排球四分之一决赛 比赛前两局 双方各胜一局 决胜局中 Chain和Hughes一度以11比5领先 但意大利队连得四分 给美国队施加了巨大压力 尽管如此 美国队成功止住了意大利的反扑 最终以2-1 21-18 17-21 15-12 获胜 接下来 美国队将迎战瑞士的 Nina Brunner和Tony Huberly Hughes和Chain 在巴黎奥运会中保持不败 距离奥运金牌 仅剩三场胜利 美联社报道 加州今年最大的野火 在较凉爽的天气帮助下 消防队员已经控制了 三分之一的火势 但即将回升的高温 可能会使火势再次蔓延 自7月24日 一名男子将一辆燃烧的汽车 推入Chico的一个沟壑 引发火灾以来 Park Fire已经烧毁了 627平方英里 约1623平方公里的土地 火灾已摧毁至少 572座建筑物 损坏52座 2700多人被迫撤离 消防员利用较清晰的天空 部署直升机和其他飞机 来帮助扑灭火灾 但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 仍是一个巨大挑战 科学家表示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 极端野火在美国西部 和全球其他地区 变得越来越普遍 和具有破坏性 Yahoo!US报道 美国的Noah Laios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 男子100米决赛中 以微弱优势 战胜亚马加的 Titian Thompson赢得金牌 比赛结束时 许多人认为 Thompson获胜 NBC的解说员 Lee Diffey 也在直播中宣布 Thompson为冠军 然而 比赛结果经过反复回放 和照片审查后 确认Laios 才是真正的赢家 这一结果 引发了观众和媒体 对NBC过早宣布结果的批评 但实际上 比赛的结束 确实非常接近 肉眼难以分辨 社交媒体上 也对NBC团队 在等待官方结果时的沉默 提出质疑 但最终 Laios的胜利得到了确认 成为了100米金牌得主 南华早报报道 上个月 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北京召开 超过350名高级官员 聚集一堂 会议主要围绕 习近平主席的核心观点 和愿景展开 旨在到2035年 将中国建设成为 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并在2029年前 完成300多项改革措施 虽然会议表面上 主要关注国内改革 但据消息人士透露 会议期间 中国领导人私下讨论了 可能对中国 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人 唐纳德 特朗普 特朗普有可能在11月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这引发了 中国领导层的担忧和讨论 特朗普的回归 可能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 尤其是在贸易战 和地缘政治竞争方面 然而 中国领导层也认为 无论谁入主白宫 中美关系的改善 都不太可能 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政策 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利 尤其是 他对北约盟国施加的压力 可能会削弱西方的统一战线 为中国提供机会 修复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雅虎美国报道 8月4日 前第一夫人米歇尔 奥巴马在社交媒体上 庆祝丈夫巴拉克 奥巴马的63岁生日 米歇尔分享了一张 他们一起推动大石头的照片 并在配文中 表达了对丈夫的深情祝福 祝我生命中的挚爱生日快乐 愿我们一起度过人生的风雨 共同搬山 这对夫妇 还在拜登总统退出总统竞选后 公开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米歇尔在视频中对哈里斯表示骄傲 并称其竞选将是历史性的 奥巴马夫妇还提醒哈里斯 他必须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 才能在11月的选举中 战胜前总统特朗普 奥巴马夫妇有两个女儿 玛丽亚和萨莎 前者正追求娱乐行业的职业 后者则在南加州大学 获得社会学学位 雅虎美国报道 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拜伦 唐纳兹因拒绝谴责特朗普 对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种族身份的质疑 而受到严厉质问 特朗普在一次黑人民族记者协会 年会上质疑哈里斯 如何能同时认同为印度裔和黑人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唐纳兹在接受ABC节目本周采访时 多次试图避开这个问题 但主持人乔治 斯特凡诺普洛斯不断追问他 为何不能简单地说 特朗普的质疑是错误的 唐纳兹称这是一个虚假的争议 并试图转移话题 到哈里斯的政策失败上 斯特凡诺普洛斯提醒唐纳兹 他重复了对哈里斯的种族质疑 并称之为污蔑 唐纳兹则变称 社交媒体上 有很多人试图搞清楚这个问题 面对斯特凡诺普洛斯的继续追问 唐纳兹承认 特朗普在亚特兰大的一次集会上 质疑哈里斯的身份 但他认为这并不重要 ABC的国会记者瑞秋 斯科特在节目中表示 特朗普在黑人记者协会 年会上质疑哈里斯的种族身份 许多共和党人希望他避免这种话题 因为这会分裂选民 哈里斯和他的竞选团队 则将这种种族攻击 视为特朗普无力在政策上攻击他的表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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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